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北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此期鉴定当中的 关于明代宣德一朝的清花云龙文高足碑的这个辩尾 好 咱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如何辨别这个明宣德清花云龙文高足碑的这个真伪 这是一只现在在市场上出现的 号称是宣德的清花云龙文的这个高足碑 首先我们说他气形就不对 然后胎幼也不对 清花也不对 文室也不对 款式也不对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气形不对 通常的这个宣德一朝的这种高足碑 如果按照他这种气形来说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造型 那他这个气形呢就不对 首先这有一点不对 你就可以否了他了 第二呢 右水不对 大家看他这是这个右水 这是不对的 这些是宣德一朝的这个清花的这个各种文士的这个高足碑 那他的这个宣德本朝的呢 是这个白中泛清 甚至有的时候呢 就真的就是接近这个清白柚了 像这个就白中泛清 这个就更 这一个就更接近这个清白柚了 这个呢 他这个白中呢 是闪灰的 所以他的右水就不对 然后胎不对 这是他的胎 我们看 他的胎 这个是宣德本朝的胎 这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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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防品 这胎就不对 有人说那你都没上手 你就看得出来吗 照片上就能反映出来 因为现在都是高分辨率的这个相机啊 和手机啊 就能反映的出来了 这些不用 你看得多了自然就会看了 看得少 你觉得你看看不出来的吗 然后清花的这个发色不对 这个呢 发色呢 会有各种因素影响 但至少 他的这个 这个时期的清料 应该是什么样的发色 这是基本的东西 这不应该会变的 像这个发色 这明显的就错的 错在哪呢 因为这个不是天然的骨料 所以他的发色呢 他尽管他里边配了一些矿物料在里边 但是发色是不对的 然后文士不对 这是正确的 这也是正确的 这是错的 那他的这个文士呢 这个文士 这种龙 这种龙文 通常不会出现在 这个高足碑上面的 这种龙的文士 通常是出现在罐上面的 大罐上面的 所以呢 他这种胡安的 这真这就是胡来的 而且他这个 包括这个云文 文呢 画的也都不 非常不好 再看款制不对 有没有四字款的 有 四字款的呢 通常在两大类器型上出现 一个就是罐上面 再有一种呢 就是在这个 高足碗 而不是高足碑 而且通常呢 都是出现在这个 圈足里边 或是内心里边 不太会出现在 碑的外壁 横写 很少 几乎没有 包括这个出土的 也没有看到 看这些款制 写的 关键是写法 有一个对比 就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 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的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 感谢大家